一名移民署的官员被指控 他疑似殴打凌虐这些逃逸的外劳 不过四年期间他不停的上诉 他认为自己有冤屈在身 今天的52法庭我们一起来找真相 用电风扇强风吹 冷气调到最低温 这个移民署外劳收容所二三十人 爆发疑似女收容人被凌虐 当时副队长正好来巡视 说好像听到有人喊救命 于是主动举发自家人 搜证照片出现了这名 向副队长投诉的女外劳 穿着薄纱站在栏杆边 被电风扇狂吹 遭检举领域的人是他 因此被判刑要喊冤 穿薄纱 这是检方所提供的证据 检方的证据 但是我们看了光点以后 外劳不是穿这样的 外劳是穿黑色的 他是走动的 举发笔录说 女外劳吃完便当 和三个人在打牌太吵 被马科元喝斥 被叫到栏杆边 罚站二十多分钟 冷气电风扇开到最强 吹到其他女外劳都咳嗽了 帮忙求情 却被马科元痛骂三字经 还对鼓噪的一名外劳 用手铐靠住手脚 用棍子殴打 但这些对马科元的指控 都疑似被加料 加进了触笔录 完全没有这回事 他可以自由走动 他有穿衣服 那当时我都是跟他吵架 外劳就跟我讲说 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我就依本人来讲说 我打你又怎样 他承认当时有动怒 但绝没有打人 更没有虐待 也不会骂国骂 有五名同事作证 检察官反应只有一句话 他说证人与这个被告 细属同事 所言之实不足坦性 结果就变成马科元殴打 林虐外劳 亲自训问的是 当时移民署派到台中专情队 整治风计的代理副队长 石宝宁 所以那时候电风扇 不是有靠着栏杆吹吗 那是事后动的头脚 时间 一点二十八分 没有通议 没有在场的女性科元在 马科元出示这一卷 搜正代说 为了扮他入罪 承办人被同事拍到 先到收容所和外劳们沟通 做笔录的时候要怎么讲 接着马科元被移送到地检署 裁定积压两个月 承办检察官 他在不开这个 这个收入殷居以前 他就跟我讲说 你很恶劣 你有请媒体来 那你很恶劣 我就是要受压你 我那时候听人家说 记者跟我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记者是朋友找的 当事件爆发时 即使想自清的马科元 拿DV反搜正 却更触怒了长官 这个人本身言行上 就有一些争议 让我们觉得 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头痛的人物 案发时是十月 天气还很热 这个13度冷气 虐待收容人的标题 有可能吗 没有拍16度 会13度吗 他还给我记了两个小过 说我殴打长官 为了要自我罪 又连让我胜出的胜出都没有 媒体健报的第二天 他就被免职 检方很快 以灵虐人犯 独职罪起诉 一审殴打人犯部分无罪 精神虐待感叹一年两个月 历经四年审礼 公寓跟一审 维持殴打部分无罪 精神虐待是一年两个月 结果这个男性外劳根本没受伤 还活跳跳的 活跳跳的 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 别路绝对没有加油添醋 是根据证人被害人说法 并现场勘验 逐字逐句一文 才对马克元求刑一年六个月 而殴打部分无罪 检方认为是法官证据取搜的问题 管理收容人用冷气电扇吹 算凌虐吗 不当到不法这一段 这个地带 以这个个案有点灰色 灰色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资料 如果是比较新政 法官的新政 比较严厉的要求公务员的话 那他就会朝向说 已经到达不法的程度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 管理的同理心来讲的话 会比较倾向 只是到达不大 那你觉得法官上大会太低 我是认为严厉一点 当初办马运捷的台中专行队 副队长石宝宁 同时间晋升为队长 但一年后就爆发他疑似 猥亵女外劳 被检方依强制猥亵罪生压 随即被免职 一审判五年还在上诉 至于当初搜证的过程 是不是很完备 因为那个已经是 五年前的事情 现在我不方便评论 马运捷是内斗下的牺牲品 还是司法判决下的冤屈者呢 在朋友劝说下 他选择面对司法 还要继续为自己洗刷冤屈